葡萄基督教医院院长陈恒常 从孩子手中接受鲜花 30号这天是他卸任的日子 由于陈院长是全南投县 堪称处理烧烫伤的整形外科权威医师 四年前五届部落遭到严重烧烫伤的马家小姐弟 也是由他来主治 全家人因此特地远道而来给予祝福 家长微微道来 当时普理基督教医院还没有整形外科团队时 一开始先把孩子送到领口就医 交通往返 既耗时也让他劳心劳累 他十分感谢陈院长 也希望普基医院能够持续的为族人服务下去 这边的话差不多来回两个小时 如果去领口长更多 差不多早上六点坐车到那边要中午 希望说以后有这个 像陈院长那么好心的 让我们沿湘的 沿住民的偏远的地方 伤者或是病患 比较方便这样子有这个管道 虽然卸下院长一职 但陈昏昌表示 未来能有更多时间投注心力在他所专业的领域上 一开始来这边就不只是为了当院长 现在管理工作可以放手 我觉得在这个治疗方面 在我们在临床的工作上 其实会更有弹性 也更可以去发挥 或是说做更多的投注 对于陈昏昌院长长期在医疗上的贡献 护理长感动地说 整个整形医疗团队是把病患当作家人看待 除了身体的医疗 身心灵的治疗也非常重视 在一个照护上面不只是在皮肉医疗上面的照护 就是说我们是强调在身心灵的各方面 那我们都会去评估病人的一些需求 然后尽量给他就是说寻找一些资源 南投县在医疗资源相对缺乏之下 许多急重症病患会转送到其他县市大型医院 不过陈昏昌院长过去在南投造福地方 及时伸出元首的医疗与贡献 已经升值许多人的心中 原是新闻一万八度南投普里采访报导